《谋杀官员》第二部 《化工女王的逆袭》第十三章 王格东被绑匪激到面都青了 他从来真的没见过这么囂张 甚至是可以说猖狂的绑匪 从对话的声音来分析 这个人应该很年轻 应该是一个心理极度变态的人 他自称我们 看来好像有同伙 于是他立刻叫人去望江路走一次 把另一个盒拿回来 然后他慢慢思索了 他要按步骤捕捉绑匪 他将营征队的主要队员全部叫了来 接着布置工作 第一,立刻查手机讯号 一旦确定目标所在的区域范围 立刻回报 到时候再安排便衣 以维修管道等其他方式 接近绑匪所在的地点 第二,去到学校问江小冰昨天 和他一起走的同学 到底问一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将整件事的经过还原出来 这件事一定要做到隐蔽小心 因为绑匪很可能在暗中 已经盯着警方的行动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六点半 必须在晚守之前完成这件事 第三,在仓库里拿出相关的电子设备 将王丽琴的手机改装下 不管接什么电话都好 都第一时间连到警局里面 而且要由公安发出对话的指示 第四,先叫王丽琴回家 派两个人穿便衣 偷偷地潜入家里 把家里的电话也跟警局连线 同时要在屋内外搜查下 看看有没有监厅设备 至于绑匪要的三百万现金 但王丽琴根本没想过 他认为如果一切顺利 今晚就可以捉到绑匪出来 工作迅速开展了 王丽琴留守在办公室指挥 很快 林杰带来第一个消息 老弟,信号查不到出来 王丽琴一迟疑 接着说 这是什么回事 对方关了机器 今天整个日头 绑匪每次打来电话 都是开机打完就关 根据日头的讯号所在地点 发现绑匪处于移动状态 技术人员说 绑匪很可能用了那种讯号干扰装置 使手机讯号不在固定地点发去同一个机站 这种装置很多时候用在诈骗电话里 另外 由于绑匪的开机时间很短 移动公司收到的讯号数据有限 技术人员只能定价在几平方公里里的范围 没有办法精准定位 王丽琴说 绑匪下一个开机的时间 我们多久才能查出他的定位 林杰说 我已经监视过江小兵的手机了 正常情况下 就算他继续用那个讯号干扰装置 只要他开机时间超过两分钟 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定位锁定在100米范围内 如果他还像今天那样 说几句话就吸线呢? 林杰很无奈地摇头 那测不出来的 面积太大了 不要确定 我们公安里找不到厉害的技术人员吗? 能不能锁定位置? 技术人员说 如果对方没用那些讯号干扰器的话 我们既然已经监控了对方的号码 只要对方开机 十几秒里就可以锁定对方的位置 查位置的原理是根据移动机站 接收的讯号位置进行校对 时间越长 范围就越精准 但是讯号干扰的装置 就是要手机的讯号 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里面 向最近的机站发送 所以确定精准度很难 而且国内移动公司的技术 都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 好像美国它有些反恐需要 移动运营商的数据就很丰富 国内技术搭建的环境 又没考虑那么多 如果绑匪继续用这种干扰器的话 打一两分钟就吸机的话 就算找到国安局的 也未必查得出来 黄格东叩咬头 皱着眉头说 好了,知道了 你继续去盯索其他事 安排专人24小时盯索手机信号 不用几分钟 潜入黄麗琴家的便衣 就打来电话了 老大 整间屋搜过了 没有任何监控监厅设备 和他手机安装连线已经搞好了 我们现在在他家里 随时后命 好,你们今晚就留在他家里守住 那一会儿 有两个警察捧着盒子回来 里面自然是江小兵的第二只煮熟的耳朵 黄格东看了眼 又是一阵恶心 这个大徒真是 真是够变态 居然将耳朵割下来 还要放在锅里面煮 从煮的程度来看 还是清蒸的 黄格东叫他们把东西放下 交给法医 顺便查查盒里面 顺便查查盒里面有没有其他线索 因为望光路上没有监控 紫盒又小 小到甚至在衣服里面一塞便可以了 就算匪徒真的在监控路段经过 也没办法被警方看出有什么嫌疑 所以黄格东就没有要求他们 对望光路附近的监控进行排查了 去到晚上的十点多 学校的便衣回来报告 老大 昨天江小兵和三个同学 在这个晚收未结束之前 就逃火回家 时间应该是九点十分左右 他们路经网巴的时候 那三个同学就去了玩 而江小兵当时就一个人回家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都说不知 黄格东有些阴沉的说 三个人有没有分开做不禄 分开了问 我们仔细核对口供 三个人的功術没有矛盾 这是他们的详细口供 对了老大 这三个学生要不要带回去继续审问 黄格东看一次口供之后 发现没有什么出入 拧拧头 不好了 那些警察都是学生 明天还要上课 初步来看 和这三个学生无关 这样吧 你找一下江小兵可能回家的路线 看看那条路线上有没有监控 然后打电话给交警 叫他们把监控调过来 好的 我马上去办 一直望到大半夜 总算在监控里面找到江小兵的身影 他走了一条非主干道的小马路里面 这条小马路不是很长 大约是四百多米 两边分别都有一个监控 路边是一条河 另一边是排列成一体的居民楼和商店 没有其他通道 所以这条马路相当于一个封闭的空间 陆像在晚黑 清晰度就很差 但是也大致看到情况 江小兵从第一个监控进去之后 就再没有在任何一个监控里面出过来 王格东陷入了思索 是绑匪住在这个短短四百米的居民楼里面 是吗?然后将江小兵逐述上楼? 还是绑匪开车将江小兵带走? 不管答案如何 网上今晚就要破案 基本上没什么可能